虽说现在新能源车是一个大趋势 但各个自主品牌并没有停止燃油轿车的一个开发脚步 就像是明爵和红旗最近都推出燃油轿车的新品 我身边这台是红旗DH5 然后明爵推出了MG黑标的首款车型MG7 那么虽然这两款车型从尺寸上以及风格上都有一定的差异 但是并不妨碍他们俩的品质都非常的出色 那么我们就从一个外观内饰 然后还有一些动力方面做一个隔空对比 让大家看一下两款车的一些差异 那么首先从外观设计的风格上 我们就能看出红旗H5和明爵MG7两款车的一个性格差异了 那么红旗H5体现出来是一种大气稳重端庄的感觉 那么明爵MG7体现就是运动和时尚 那么首先红旗H5这种大气的感觉 从这个前脸上就能看得出来 竖质的一个格杉 然后U字形的一个线条 就很有一种小H9那种感觉 然后当然它最关键的一个 这个红旗线条 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设计元素来的 分体式的头灯 呈现出的就是一种大气厚重很有端庄的感觉 那么转到车身侧面呢 可以看到轮毂是一个密条服饰的设计 体现出来的也是一种端庄的感觉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车身腰线 都是比较平直的线条 一路拉到车尾 然后车顶的线条也没有很刻意的去打造一个 说是六倍式的线条 而是比较传统的一个三箱式的设计 那么来到车尾这里呢 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也是很传统很平直的一个线条 但是有一点特点呢 就是它这个尾灯这边 带了一点点的飞翼的设计 毕竟红旗H5定位还是相对比较低 比较相对年轻化一点的 所以的话这种飞翼式的线条呢 也给红旗H5加添了一点点的一个运动和年轻的感觉 那么外观上看的差不多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明爵MG7的设计是怎么呈现的 那么和红旗H5相比啊 明爵MG7的造型呢 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 它是显得更加的时尚年轻和运动 你可以看到MG最近的车型啊 它前基盖线条都是一路往下探 然后呢 车尾的线条是一个大溜背 那么就呈现出一种 后高前低的一个俯冲的运动姿态 那么把目光转到中网这里 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硕大的中网 占据了几乎整个前保险缸 而眼神呢 大灯的眼神其实是非常锐利的 它这个LED日间型车灯啊 据说灵感是来源于猫科动物的一个瞳孔 所以的话非常锐利 转到车身侧面呢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19颗的轮骨 搭配的是一个米其林的2454029的一个轮胎 然后卡前被喷成了一个红色 也是非常有运动的一个感觉 那么车身侧面 两条腰线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第一条在上面这里 一路延伸到基柱这里 然后下面呢 这里还有一条 再连接到这个外抛的轮拱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性感的设计 我觉得是 我觉得最好看的地方呢 还是从车尾 透四十五度这样子看过来 一个大溜背的造型 外抛的轮拱 然后四出的排气 整种这些东西加起来 重现出来的就是 MG7与红旗H5 非常不同的一个设计风格 就是一种运动 年轻 时尚的感觉 我差点忘了说这一点 MG7呢 这里 这个尾翼是一个三段式的尾翼 它可以升起来 然后再往两边扩 就跟 保时捷的帕纳梅娜一样的 那么 看完的设计之后 我们再通过一个表格 来看一下两台车的一些尺寸的一些差异 那么从上面的表格参数 我们可以看出来呢 红旗H5和明爵MG7 两台车子 它的定位其实并不完全一样 那么明爵MG7呢 其实更偏向于一个紧凑级 那么红旗H5呢 其实更倾向于一个中级 那么两台车除了尺寸差异之外 在设计风格上也是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说 它们两个 针对的人群 其实也并不完全一样的 那么从表格参数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台MG7搭载的2.0T发动机 它的参数会调得更猛的 最大功率达到192千瓦 也就是261马力 峰值扭矩呢 更是达到了405牛米 这个405牛米的数值 在自主品牌的2.0T发动机里面呢 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了 它搭配的是一个9AT的变速箱 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试驾过这台MG7 不过根据过去 我试驾MG的车子的一个经验来说呢 MG的车子一般都会把参数调得比较猛 然后把响应调得也比较灵敏的 就像之前的MG5天先做一样 那么我们也可以期待这台MG7 在动态驾驶方面 也能给我们一个惊喜 那么单看上面的表格三述对比 红旗H5是明显要比MG7弱了不少的 不过在实际驾驶当中呢 你并不会感觉到吃力 它给你的感觉是一种很线性 很顺畅的感觉 有一种有稳重 有底气的感觉 这种感觉呢 跟整个车子看起来那种风格很像 而爱情8AD的变速箱的表现可缺可点 换档很平顺 底盘是舒适取向的调校 但并不是一种软啪啪的感觉 还是很有韧劲的 那么进入到红旗H5的车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仪表中控的布局 呈现出一个比较传统的 一个T字型的一个布局 显得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感觉 当然了 这里也有一些小弧线 去带一点点缀 带一点点活力 那么我面前的这一块呢 是一块12.3寸的一个液晶仪表 然后中间这也是一个12.6寸的 一个送质的中控屏 带给人的一个视觉冲击感 还是蛮强烈的 然后在屏幕下方这里 它还是保留了一定的实体按键 操作上会更加便利一点 当然了 现在这个红旗H5 它的车机系统 其实比起以往是有一点进步了 它支持了高德地图 过音乐等等 各种车联网的功能 语音控制功能也是比较完善 在屏幕上已经能够实现 可见即可说这样的一些功能 然后一些长句子的 多指令的联想等等 这些执行这些工作 它也都能够实现的了 那么可以看出 红旗H5虽然是一款红旗的车型 大家过去印象中 可能红旗的感觉是比较传统的 但是红旗也在与时俱进 那么看完前排 我们再到后排去看一下 它的空间怎么样 那么一进入到 红旗H5的车里面 看到这个空间 你就知道 它的定位和MG7 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红旗H5 它的轴距达到了2920毫米 那么你看 腿部空间非常的宽裕 它对后排乘客的照顾 是非常周到的 空间啊 包括坐垫那个角度 相翘的角度 然后坐垫的长度 都是非常合适 中间位置呢 它的凸起也不太多 只有一点点 所以的话 三个成年人坐在后排 也是完全合适的 所以的话 红旗H5 它更照顾的是一个 后排乘客的感受 MG7呢 我感觉是更照顾 一个驾驶者的感受 这也是两者 一个定位和一个性格的差异 那么明觉MG7呢 目前还没有开放一个内饰的拍摄 我们只能从一张官图上来看一下 那么它目前整体的布局啊 是一个横向的 双联屏的 一表的布局 类似呢 显得运动风是十足的 还有些类似平底方向盘啊 等等 这样一些特技元素在里面 那么空间来说的话 从轴距 从车厂来看 MG7是肯定要比 红旗H5要小一些的 但具体表现怎么样呢 还要等到实际的试驾之后 我们才能有一个感受 由于MG7啊 目前还没有举办试驾 也没有公布配置 价格等等方面 所以的话呢 我们很难在性价比啊 配置方面啊 以及动力驾驶方面 跟红旗H5 做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对比 但是呢 我们还是能够看出 两款车呢 也针对着客户 一些定制的风格的不同 那么红旗H5呢 它很明显是针对一些 稳重型的消费者 主打一个稳重 大气端庄的感觉 那么明觉MG7呢 它更倾向一些年轻的消费者 更主打一个个性 运动张扬的感觉 虽然两款车啊 性格不一样 尺寸也不尽相同 但是呢 它们两个呈现出来的 都是中国自主品牌 打造轿车的一线水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